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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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議事論事》 立法會議員 輪流和18區議會議員 舉行會議 就彼此關注 以及有興趣的議題交換意見 今天上午就跟了大埔區 以及中西區議會 舉行了聯合會議 共進午餐 今天我們會討論一下 垃圾徵費再延後 以及檢討復康巴士服務的話題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 出席立法會一個聯席會議的時候宣布 暫緩定在8月1日實施的垃圾收費 卓永興強調 政府會繼續推行一系列工作 包括增加回收的配套 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 研究如何優化垃圾收費計劃等 政府相信需要按部就班 並會在明年中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度 對於在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 不同的研究 媒體的反映和我們收集到的意見 都顯示支持 如期推行的市民不多 大概7至8成的市民反對如期推行 先行先試的結果顯示 市民認為垃圾收費的操作環幅 大部分住宅樓宇的參與者 沒有善用到獲派的指定袋 我們亦注意到 一、不同調言都顯示大部分市民對於 實施垃圾收費有很大的保留 二、社會回收文化根基不足夠 三、現時回收網絡和設施的覆蓋 縱使有增加仍然有限 四、現時法例定定的收費方式 被人有為增加政府收入的錯覺 而影響市民對垃圾收費計劃的認同 五、法例令前線清潔員工的工作量和壓力大增 以及六、經濟復原的速度 並未如預期的快速和強勁 現時實施垃圾收費會令商界 尤其是飲食業界承受更大的壓力 影響行業經營 因此我同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的建議 進而向行政長官推薦有關的建議 並且獲得行政長官的接納 所以我現在宣佈 政府會暫緩在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 政府稍後會在憲部刊登公告 廢除有關在2024年8月1日 實施垃圾收費的公告 我希望的 我局長釐清一件事 是不是這個政策 減少垃圾的使用、回收再做法 仍然有很多問題 但這個方向和這個政策是堅持下去的 政府重視減少固體負物的初心 從來沒有改變的 我們必定會繼續努力 在社會推動減少費物 和分類回收 我們除了做這些回收配套 和宣傳教育之外 我們也會研究如何優化我們的計劃 和處理多項的問題 政府向立法會介紹統整文化 體育和旅遊的工作 除了利用文體內容吸引旅客 同時讓旅遊激發文化和體育產業的活力 擴大本港文化和體育活動的觀眾群 達到相負相成及增加協同效應 我們致力向世界各地展示香港的文化藝術 意識和活力 打造具特色和獨特的文化項目 吸引旅客 體現耳民塑女、耳女張文的努力 體育推動旅遊方面 落成後的啟德體育園 將會提供一站式的運動與休閒、娛樂和購物體驗 相信可以成為吸引本地和海外旅客的新地標 我們亦有開拓不少加入文化內容的旅遊產品 包括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 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 和西貢海藝術節等 令旅客深入探索香港獨有的中西文化回水 和多元面貌 剛剛過去的七人籃球賽 我覺得是做到文體內的很好的結合 除了本地的市民之外 其實超過四成都是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遊客 當時那幾天也帶動了很多旅遊、消費、餐飲、酒吧業 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現在要吸引遊客也好 吸引觀眾也好 其實都要精準 還有知道我們吸引甚麼人 我們做活動的時候 是很需要一些很精準的大數據 要去吸引遊客 我們的藝團、我們的文化界、我們的商界 都很需要有大數據的支撐 知道我們提供甚麼產品 才可以吸引到遊客來香港 數據那方面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都贊成這個方向 當然現在 ERPTICS 是否能夠提供到 所有需要的報告 或者分析 其實我們都還在這裡看著 因為轉了系統之後 有些數據我們還在收集 也在分析著 來自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 梁子榮認為 要改變現時每小時40元的工資水平 才能夠貼近現時生活工資水平 他建議政府 在2026年重新訂定最低工資水平 提升至每小時50至55元的基準 以往那個調整機制 都是大家是說一個增加的情況 沒有一個很客觀的一個公式 去處理究竟 有沒有考慮過通脹的情況 或者整個經濟增長的情況 去考慮多些因素 都是你說多少就多少 經過僱主那邊的代表 和僱員代表 談好一個的加幅度去處理 所以是有很多爭辯出來的 現在現時有一條的方程式 最主要就是按通脹 然後再加過往的經濟增長去調升 也都是處理了 只可以加不減 就是維持那個情況 可能遇見通縮的時候 可能不加 不過因為這個公式 都要按照現在最低工資的水平 我們希望就是 現時40元 是不是都可以在這個價錢上面 有些調整 因為你改變那個公式之餘 其實都要改變現在現有的工資水平 這樣才能貼近到 你現在的生活工資的水平 要不然只會越拉越低 基本上是解決不了現在 很多我們前線打工仔 基層他們在這些工作上 獲得一個工資 真的可以應付那個生活所需 現在拿最低工資 如果真的翻足了那麼多小時 其實他們相對於領取縱援 還要低 所以其實希望就是 最低工資都發揮了一個 叫社會的積極性 鼓勵多些人就業 今年以來發生多宗嚴重工業意外 梁子榮認為 政府需考慮如何加強工友的安全意識 同時可以考慮在工地進行安全評估的時候 引入第三方公證人 而輸入外勞的同時 需做好監管工作 確保本地工人就業得到保障 第一個問題在罰則上面 其實去年立法會已經通過了 修訂職安檢的條例 罰則都已經去到一千萬去處理 第二方面其實最重要就是 在工友上面 他們的安全知識如何去改善 以往他們可能是 學習一些技能上面 就是測試他們的技能 沒有一個我們叫做 環境評估當中 如何實際去場景去測試 去測試他們的安全性 就算是拿這個安全證 也可能只是一個普通考試 沒有一個情景的一個考試 我希望日後無論是工友 學一些技術技能的課程 或者是考這個我們叫做安全證 都可以加多些的情景 這些的考試進去 讓他們真的可以掌握多些 工作環境當中要注意的安全地方 第三方面 就真的需要去到工地的時候 如何去提升安全 現時每間這些承辦商 都可能會自己聘請安全主任 但因為安全主任 因為是受著僱主平整 那可能他們在工作上面 可能要提一些意見 或者找出一些安全隱患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被重就輕的 未來在那個工地上面 是測試一些安全 或者評估安全 是否可以用一個 叫第三方的一個公證人 去每個月去評估 工地裡面的安全 這個可以大大提升到工地安全 也可以讓僱主和僱員 都可以知道安全意識 比工作更加重要 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再聽多些業界 勞工界的聲音 另外就是在這個教育制度上 我們過往都是 比較培育多些學術性的學生 沒有在職業教育那方面 所以在未來政府 都現在開始著感 就在職業專才那裡去訓練 讓一些年輕人 都未必真的要考大學 可能是參與一些職業技能 職業培訓 政府現在這方面 做得更多的工作 尹Sir 講到這個垃圾徵費 費物徵費 真的… 我自己有些不開心 因為已經去到立法會 已經去到第三次延期了 這次還要是這個星期 由卓詠卿副司長親自帶隊 上去解話 說的就會跟我們分享了 在先人先市裡面 他們也做了一些調查 無論去普羅市民 或是我們的管理公司 前線的清潔員工 屋苑的管理處 我們的業主浪法團 統一都有七至八成的 反對他的徵費 正確地說 七百多萬人 都不喜歡的了 你不能夠說七百多萬人 都不喜歡 他說是七至八成 至少我是支持要做的 七百多萬人有七至八成 是… 不要說你不喜歡 我喜歡 我從中年到一六年 這個話題說了二十多年 是 為什麼都走不到一步呢 就是我總要覺得 不論哪個局長做 都有些事情是做得脫漏的 就算前局長做了十年了 都遲遲地又退又退又退 到這個局長上場 我覺得他好的 他起碼有個承擔 立即要去做 很有承擔 但我唯一就是談 就說 以前的局長 都拖那麼久都不做 麻煩你幫我選出 為什麼不做的理由 就是等於我們經常說 砌一個拼圖 如果你掉了幾顆出來 找不到的話 你永遠都砌不到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漂亮的圖畫 你應該就是 找出了的 當時的不足 那把這些不足 就做好了這件事去 那推人就好了 那麼…正如副司長所說 我們局長已經很盡力了 他真的有承擔 也都真正做很多事情 不過…都是推不了下去 不要緊 我們任何事情都好 起碼要先走 我覺得失望就說 直接說去到明年的年中 再上來立法會 再說一些情況 我們市民就覺得 已經說了這麼久了 起碼給我一個路線圖 是… 其實有些地方可以做 例如… 政府的辦公室 是… 那些是完全… 即是很少廚餘 是… 我們現在整天 最麻煩就是廚餘沒有了 辦公室的… 尤其是政府辦公室裡面 多這麼多資源 做鎖這件事先 就算這件事容易做 也有脫漏的 由這裡做起 跟著擴展到商界的辦公室 最後還是慢慢… 一步一步由淺入深 才做 我們經常去考試就多了 我永遠都是選 我最熟悉的幾條答 先回答 定了小心 幾條答了之後 我已經是… 通過了 成功再望 那你不肯定對… 將來有信心 其實在立法會的討論 陳月明議員 都給了一個書面文件 就說 其實在這麼多的市民的反對下 你要去暫緩 但同時間都是希望 要做好你前線的工作 何俊賢議員的說法 我就比較… 比較認同 因為他說的是 對了 政府看到這樣的狀況 你要去暫緩 但其實他一再提醒市民 要忙初心 就是你要知道… 局長就說 自己政府忙忙初心 但議員都提醒市民 何俊賢議員就說 大家要知道 我們的手段和目標 並不是一樣東西 現在是說手段要去優化 但是目標 我們都是要減費回收 我們要去愛護地球 事實上 各部分議員都提出一點 其實根本 我們現在前線 很多一些回收點都飽和 要先做好這些 配套要先做好 但我比較不認同 就是說 你做好一些教育 才再上來 其實不能說 做好再做下一步 因為已經是延微之急 我們是要同步的 所有工作 是 亦都不能夠只說派堂 鼓勵 不可以有佛則 這些說法 其實是講了20年 初心和方法 其實正如你所說 都要同步進行 是 我們市民 其實不需要太大的教育 在共同 大家都減費 這個一定是初心無辨 但如果教育 就是你的方法怎麼做 很簡單 我跟一些立法 做管理公司的人說 我們屋邨已經是富裕屋邨 有了回收桶 做了很多事情 但有時候 一些人把玻璃瓶 膠瓶 丟進回收桶裡 是沒有清潔 是 因為他們不知道 那樣東西 要丟進去的話 跟著那些清潔的垃圾車 因為那些東西有髒 全部都倒進去 一個車裡面 原來又是運到這個堆填區 是 我們依法 即是肯做的人 你便白費了我的心機 所以這樣又要教育 這個也是很多年前的說法 一直都是調整 謝梓環局長也說了 可圓可點的一句說話 他說這個費物徵費 是不適合於現在的香港 就是經過這個實踐 這個先行先事之後 不適合於現在的香港 但是政府是沒有忘記初心 所以雖然說是暫緩 但是他們會繼續做的 譬如是那個廚餘減費 每年內 今年之內 就會要增加一部智能廚餘機 會增加一百個廚餘回收點 給一些食肆 而且我們所說的陸在區區 花名叫陸仔 現在有二百個點 將會 很進取地 希望可以有八百個點 真是做到 改變民心 就是你前線的工作 要做好配套 即是如果做到現在 都不懂得改的話 這個局長真的要 我不是叫他下台 是 要換思維 換思維 其實就在另一個範疇 我們社福範疇裏面 都是希望可以提出一些新思維 希望社會有多點支持 亦都是有個審計報告 上個星期開始討論 就是就著我們這些福康巴士的服務 作出檢討 包括對福康巴士的監察 是 因為原來不說也不知道 尹Sir 我經常都看到 也有些福康巴士 在馬路上行走 但原來我們是由1978年開始 都只有一間營運商 營運福康巴士 直到2019年才有第二間 然後再去 他們 完了約再重申照表 都是繼續剩下那兩間 而兩間福康巴士的服務 最近就被審計署提出了質疑 包括就覺得他們是 他們的管理就不夠完善 還有是有一些班次的 那個使用率就相對地低 還有其實有些時候 可能是有一個商界人士 他需要召喚得到那個服務 是未必是成功去得到那個服務的 那有沒有一些跟進改善 那在立法會那裡 其實立法會議員集中討論 那為什麼你們這樣的 既然講到審計報告 講到他們的服務這麼不好 好 那為什麼你們不引入 多一間去競爭呢 審計署我一向都很尊重 我覺得他幫我們挑起了 我們市民發覺那些不好的地方 是 但是我也說了一個公道說話 其實每個部門 每一樣的服務 其實都客觀環境都不一樣 是 講到為什麼會得一個競投者 或者得兩個這麼少 這個是生意來的 是 我們做商人 如果有利可圖 只要不違法 都會去做的 如果沒有利可圖 我們不是NGO 我們服務只是NGO 但是我們這件事 我們是要給一些所謂在商 我們有盈利才做的 如果這件事是無利可度 或者利潤太過少的話 哪裡有人會去投身這個行業呢 是 我希望審計署 那些官員們 定那個細質的時間 要看看究竟這個項目 為什麼不可以引入什麼東西 真的不可以一刀切 是 這件事也是這樣 那件事也是這樣 這是不對的 孫玉涵局長 在會上的分享 也是 說得都真的挺苦口婆心的 他已經說 我們不是有關門 是的 沒有關過門的一直都 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敲門 其實他們從1978年到現在 是去到2016年 才有多一間營運商 就表示了興趣 孫玉涵剛才你說的 做生意 但其實就有局長說 他們在過去 譬如說2022到2023年 他們叫做資助了 營運商A就是1.12億 營運商B就是1300萬 但是即使在這個資助下 以局長的形容 他看到營運商 都不是當生意做 都是當是一個社會服務 是 就是帶著資本來幫你 政府提供的服務 沒有第三個人過來 去盡頭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樣讓部門 去加強監督 是很需要一個技巧 即既是加強監督 監察技 也都要幫他們 其實政府當局 已經盡力去做 我們做很多上市公司的服務 也好 每個人都有貨給三家 如果這個服務要求很嚴格 價錢給不到 沒有人會給的 這個世界 不是每個人都當社會事業 就算你說多了一家 來就敬頭 我告訴你 麻煩你 給一下面子 一家我不可以給 你給多一家 也有這樣做 是 當然了 但其實在審家報告裏面 我覺得有些地方 都值得去參考和討論 包括就是 如果你說用戶人數少 少了人坐車 那應該是提供的基本服務 是嗎 政府有責任去給保護網 安全網 我們有需要的市民 但是說到他們在一些 就是輪候名單上面的 申請人的數目有所增加 但是又提供不到這個服務 並且是有些 他們打了電話去預約 都一直沒有送給他的 其實這些又真的要去檢討 政府承諾了 6、7月的時間 就會展開一個諮詢 如果你想服務好一點的話 你政府就資助多一點 是 讓刑辦者裡面有利可圖 那這件事是不是違背了我們用公帑 那個應用而懷用的原則 所以有時候就不僅僅說 一本天書就看得到老 有些東西覺得有需要的話 你又要有些資助才做 例如你的環保的東西 回收 有些東西收回來 我都買不到錢 我怎樣去貼錢 這個東西一定 希望政府裡面都認得 有些所謂Flexibility 做一些這樣 是的 彈性是真的有很大的需要 我們說的是提供過基層的服務 有需要的弱勢社群的服務 但是當然也說的是用公帑 所以是監察報告裡面提出的 就是就著財政方面的監察 就著他們一些行政方面的安排的完善 都是要關心的 我們儘管看看 局方就說了 說會是六、七月的時間 就會做一個檢討 沒錯 也都希望這個時間 真的我們在這裡呼籲 坊間如果有興趣投入去幫忙的園韻商 都能夠去幫幫忙去監察 下集再見